好我们就来看到这一艘号称世界最大的邮轮呢 就是在这个皇家加勒比集团的旗下 这一艘邮轮叫做海洋交响号 船上呢一共载有6091名乘客还有船员 邮轮呢在12月1号起航之后呢 上周六也就是18号停泊在这个美国的迈阿密 结束了一个礼拜的行程 不过在回程的时候因为发现有人确诊了 所以呢整个行程是走完了才这个发现的 所以并没有影响到行程 首先是因为当中有一名旅客出现了症状发现确诊 所以接下来呢才回过头调查他的接触史 发现了其他的确诊病例 目前是已只有48名的乘客船员确诊了 那么这个邮轮公司皇家加勒比说呢 乘客里头有这个高达95%是完整接种了疫苗 确诊者当中呢有98%是完整接种 那么目前呢还不晓得这些人是不是感染了这个新的变异株 Omicron 不过根据这个皇家加勒比的规定呢 船上所有年满12岁以上的旅客呢都必须要完整接种 并且呢要在登船之前检测检测结果要呈现阴性才可以登船 那么公司呢也强烈建议旅客登船之前呢要接种加强剂 但是目前还没有强制要接种加强剂 声明当中也指出这个确诊的乘客呢都是无症状或是轻症的 而至于这一艘海洋交响号未来的行程呢暂时是不会受到这个群聚感染的影响的 讲到这个美国疫情呢美国过去在这个24小时内感染 Omicron变种病毒株的病例又翻倍了 至少在44个州都出现了有Omicron的相关病例 也促使全美的确诊病例还有住院数呢又再度的上升 从11月中旬以来呢这个美国的染疫死亡人数啦超过了18% 而且在这个每天平均呢算一算呢大约是有1300人死于新冠肺炎了 尤其是在美国的这个东北部像是康乃迪克州啦还有缅因州 新增确诊率是持续的飙升 目前纽约也正在受到这个Omicron新的变异株的重击 美国总统拜登呢在这个月初的时候有发表了一场演说 当时他就曾经提到要加强防疫措施 包含要扩大这个家庭检测啦 也要求搭机入境美国的旅客要出事出发前24小时内的这个筛检结果 也鼓励大家要接种这个疫苗的加强剂 白宫的最新声明也指出了拜登总统今天将会进一步的 针对这个疫苗发表新的谈话 同时呢也会对一些这个不愿意接种疫苗的美国民众 要发出严重警告了 一起来听 那么来看到的是哦 这个欧洲的CDC20号也公布了 包括了这个欧盟还有欧洲的经济区 目前是已经有28个国家合计4691个 这个Omicron的变异株的病例 那么更值得关注的是哦 英国在至今呢是已经通报有7例感染了Omicron死亡的事件 由于这个现在Omicron它传染力相当的强 在欧洲呢每两到三天病例数就成长一倍 若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呢 欧盟表示明年1月呢 这Omicron将会成为欧洲的主流病毒株 好现在为了要对抗这个Omicron呢 欧盟19号的时候宣布了 他们和这个辉瑞药厂达成了协议 将会加速向成员国来提供疫苗 所以2022年第一剂呢 辉瑞将会额外的提供2000万剂的疫苗 加上原本他们这个采购协议当中的 1亿9500万剂哦 所以明年第一剂的疫苗供应呢 可以达到2亿1500万剂 而至于对讲到这个疫情呢 市委秘书长谭德塞士表示 向大陆来喊话了 对大陆说呢必须要主动 更主动的来提供跟新冠病毒起源 有关的数据还有讯息 他也强调呢 与其现在庆祝然后悲伤 不如现在呢 大家都取消活动稍后再庆祝 现在必须要专注在 结束这一场疫情大流行 谭德塞也呼吁全球要齐心协力 希望可以在明年 结束这一场疫情 另外他也指出 这个Omicron变异株的传播速度 是比Delta来得更快 已经有证据显示了 更有可能会导致这个 已经接种过疫苗的人染疫 或是曾经染疫的人 再次染疫 一起来听 讲到这个Omicron变异株呢 现在已经蔓延全球多国了 来看到的是新加坡 至今也累计有71人 确定感染了Omicron 而且当中有6例是本土的案例 而另外呢 这个当地的卫生部 昨天表示呢 发现在新加坡 有一间健身房疑似 爆发了Omicron的群聚感染 因为当中有3个人确诊 2个人已经验出是感染Omicron了 另外一个人 这个检测结果还没有出炉 那么这3名的确诊者呢 其实也是已经完整 接种过疫苗的 所以目前症状属于轻症 当局呢 还在追踪 他们的这个相关的接触者 那么根据了解呢 这3名的确诊者 年龄都很年轻 介于18岁到24岁 他们都是在出现有发烧啦 喉咙痛等等的症状 各自到诊所就医 採检随后呢 才知道自己确诊了 那么这3起个案呢 近期没有旅游史 疫调的结果发现呢 他们是在这个 这个月的15号到17号 这段时间 曾经造访过同一间的健身房 那么和这个个案 有密切接触的健身房员工 还有这个顾客呢 也将被隔离 在同一段时间 曾经到过同一间健身房的 这个顾客也会接受PCR的裁检了 另外呢 终于是有比较好的消息传出哦 欧洲药品管理局呢 20号授权 18岁以上的人呢 可以使用美国诺瓦瓦克斯的疫苗 欧盟指挥会呢 随后也予以批准 让这个诺瓦克斯疫苗呢 在欧洲现在呢 成为了欧盟批准的第5款 这个新冠疫苗 根据两项大型的研究数据显示 诺瓦克斯疫苗的效力 大约是90% 欧洲的药品管理局是表示呢 经过彻底的评估 欧洲药品管理局一致得出了结论 这款疫苗的数据是可靠的 也符合欧盟的效力 安全性还有品质标准 欧盟的药品管理局呢 做出批准授权使用后不久 这个欧盟指挥会呢 也批准了诺瓦克斯疫苗的使用 那么这个药厂是表示哦 根据他们跟欧盟签订的 2亿剂疫苗供应合约呢 明年1月就会开始 向这个欧盟27个成员国来出货了 欧盟指挥会也说 这个成员国呢在第一季订购了 一共是2700亿的这个疫苗 足以提供1350万人 能够接种诺瓦瓦克斯的疫苗 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全球现场 提供给您 是这回四大公投全数都遭到了否决 其中反萊猪公投引发大家的关注 好同意吃了萊猪之后 台湾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加入CPTPP呢 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 他公投前夕在联书上表示 如果反萊猪公投案通过的话 那么CPTPP的11个会员国 并不会等台湾两年的时间 时事评论员王浅秋就说 代表两年内台湾就可以加入CPTPP了 政府应该没有任何借口了吧 我们等着民进党曾经保证过 就是因为萊猪如果没有通过的话 会影响台湾加入CPTPP 所以现在告诉我们马上就可以过啦 我们等着民进党是不是真的可以让台湾加入CPTPP 如果再没有过 没借口了吧 再加入不了那是谁的问题 那么所有的牛皮就准备要吹破了吗 包括台美是不是要建交了 或者是台湾能源再也不会缺电了 我们就看民进党政府怎么自圆其说 这四项公投对民进党来说 也许他的动员产生一定效果 即使他基本盘还没有全部出来 但是已经告诉我们说 他这样子来骗一些选民还是有用的 那所以他给选民的保证 我们最期待的就是CPTPP 他之前一直把责任推到这个上头 认为如果选民反对萊猪进口 就会造成这个结果 那实际上我们就等着看 那么如果再没有加入的话 那张东想要辞职吗 蔡英文要辞职吗 还有其他理由吗 找不出理由的话 是不是要下台了呢 好了我当然是期待这么乐观 就是现在莱猪禁止进口 这个公投没有过 那如果整个政府跟行政院这么的乐观 荣卫会这么乐观的话 那我们就尽快赶快请蔡英文政府 那我们就全部加入CPTPP吧 那最好也是连FTA也都加入 如果这么美国如果这么停我们的话 昨天我去上一个节目 那个赵雨翔啊 他说这个莱猪公投没有过 所以美国会帮我们游说CPTPP的会员过 让我们加入 我就心想说你连川普你都自动退出了 不过反正不管怎么样 现在公投没有过 我们还是期待赶快政府不要说到就做到 赶快加入CPTPP 那甚至连美国的FTA也能够尽快的加入 因为看起来是国人非常渴望 加入这个国际的贸易组织 我们下期再见